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感谢政经关不了彭匹 举办了这一次台北市长候选人的线上的辩论会 那么我们也首先要表达对于外交部 那么对于彭匹的护照的扣留 没收 取消 那么这相关的处分表达我们严正的抗议 我们认为没有一条法律 明文规定那么通级就必须要取消它的护照 扣留它的护照 在没有这个明文规定底下 那么对于国民旅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护照意义扣要 这是一个完全违反人权的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作为 违宪的作为 那么这一次的选举其实也有两个重要的事情 凸显台湾的民主是倒退的 全世界大概只有那么这个台湾的让染疫者 那么不能过参与投票 那么到现在还是限制五天内不能过来投票 那这样将导致有将近这个20万左右的人 不能过参与这一次的投票 那如果因为这样子影响到18岁公民权 这个青年的公民权的提前 那么我想这个民进党应该要负起 执政的民进党小英政府应该负起完全的责任 是一个全世界最漏后的 只有台湾对染疫者剥夺投票 非常不应该 那么同时这一次也没有一个公平辩论 这个也凸显整个台湾民主的倒退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